我真受不了,很多人做红烧猪脚,第一步就选择焯水,这样子是错误的 做出来的猪脚毛腺胃很重,一点也不好吃 正确的方法是一定要用火烧一下,把它的焊鲜破坏掉,腥胃能够少很多 然后再用我的钢丝球搓洗干净,砍成坨坨 凉水下锅,放姜片米酒去腥 然后煮出血沫捞出,冲洗干净 切记一定要用热水清洗,这样子鸡脚的营养才不会流失 控干水分后,再倒入锅中,加姜片干辣椒八角 开中大火煸炒,先扁干水分,再炒至表皮微焦 这才是猪脚吃起来香而不腻的关键 放一勺泥酒,激发出香味 关键点来了,加一袋红烧料,就能解决这道菜,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再也不用担心不会炒糖色,自己在家连红烧猪脚都不敢做了 加半罐啤酒和适量的清水没过猪脚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,把猪脚完全炖烂之后 再放点辣椒,蒜苗 这样做的猪脚,软烂入味,肥而不腻 你要是再没学费,我就要拿着猪脚坐飞机去你家教你怎么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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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